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30天學習英語語法的天戰 每一天大概花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學習到不同的語法概念 我們今天第一集由常用的名詞 nouns開始講起 名詞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詞性part of speech 去組織句子 去寫句子的時候 通常第一個字的 subject 都會是一個名詞 我們就由句子開始開始學起 何謂名詞 名詞簡單來說 其實是對於一些物件 地方 動物 人物 或一些概念的名稱 給大家一個例子 為何我們需要名詞這一類的詞語 你有沒有聽人說 把什麼放在什麼中 你聽完這個句子 你是不會知道它在說什麼 但如果有名詞的話 你就可以很準確地辨認得到 究竟你是在說哪一種物件 有名詞的一個語法概念 就是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可數和不可數名詞 這跟中文是很不同的 因為中文是每分名詞 可以數還是不可以數 究竟是單數還是複數格式 但在英文的語法概念 這是一個基礎 基本上每一個小朋友 開始學英文的時候 都會接列到這個概念 大部份的名詞 都是countable 都是可數的 如果是可數名詞的話 它會有分單數或複數格式 總共是一件 還是兩件或以上 不可數名詞 特別之處就是它只有單數格式 你不要想著把不可數名詞 為它變成複數 分別有五類不可數名詞 大家可以這樣記它 它會有五類不同的特質 第一類是氣體gas 例如是Air 或是Oxygen 這些都是不需要數的 第二類是液體liquid 例如Juice Water Wine等等 這些有流動性的狀態 液體都是無法數的 第三類是材料Materials 例如紙張Paper 布料,cloth,玻璃,glass,黄金,gold,塑膠,plastic,木頭,wood等等 其實都是不可數的 當它的意思是作為一個材料去看的時候 第四類就是非常細小的固體 例如,rife,米,鹽,salt,sugar,糖,砂,sand等等 這些很細粒的固體物件 我們都是把它視為不可數的 去到第五類就是一些抽象概念 extract concept 例如,love,愛,hunger,飢餓,憎恨,hatred,勇氣,courage,快樂,happiness等等 除了這五類之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例子 就有money,金錢,furniture,家事,advice,建議,food,食物,butter,牛油,news,新聞,luggage,行李 這個又不是那麼無聊 這個名字分為可以數和不可以數兩類就算 其實在使用上都有些規則是需要留意的 這個字是很特別的 它又可以有accountable的格式,又可以有accountable的格式 當它是在可數名字和不可數名字的時候 它會各自有不同的意思和含意 這裏帶兩個例子出來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是glass 當它作為是解材料玻璃的時候 是不可數的 the shoes are made of glass 當它解的意思是玻璃杯的時候 就是可數的 譬如說,there is a glass on the desk 或者there are five glasses on the desk 另一個例子就是紙張paper 當它作為材料這個意思的時候 是不可數的 但是除了這個意思之外 它還可以解作報紙 還可以解作論文 甚至是一些考卷的 它的意思是報紙、論文或者試卷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可數名字 可以有單數或者複數格式 She wrote her notes on a piece of paper My dad reads five papers a day She presented a paper in the conference There are four papers in the math exam 另外我們要留意的是 可數名字或者不可數名字 會有不同的配置 會有不同的determinant 詳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表 最後我們需要留意的是 可數名字和不可數名字 它們會配搭動詞不同的格式去使用 當我們在現在式或者過去式 去使用reverb的時候 又或者在現在式 使用一個表達動作的時候 會有分別 我們要留意 究竟是用 is 還是 are 究竟是用 was 還是 were 究竟是用 has 還是 have 用 does not 還是 do not 如果是一個action verb 我們就考慮 究竟是用它的present singular form 第三人稱打算的格式 還是用它的base form 用它的圓形格式 我們可以看看以下的例子 the house is clean 因為the house是singular form 所以我們會配合is去使用 the houses are clean 在第二個例子裡 houses是複數格式 所以我們也要配合複數意思的動詞 are 去使用 第二個例子 the boy was naughty 小男孩很頑皮 因為只有一個小男孩 所以我們會用 was 可以說 the kids were naughty 那些小朋友悶 很頑皮 所以中間的連繫動詞 我們會有複數的格式 第三個例子 she has played the piano for a long time she has played the piano for a long time 因為我們的主語是 she 只有一個女孩 所以我們會用 has 這個等數的動詞 如果你想說 they have joined the band for a long time 他們已經參加了這個樂隊很久 那 they是代表一群人 是一個複數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用鞋 the lady does not wear thick coats 那個女士是沒有穿上大衣的 因為女士是單數的格式 我們會配合 does the ladies do not put on thick coats 那一群的女士沒有穿上大衣 複數的 那一群女士換 我們會配複數的格式 do 最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present singular form 有什麼例子 比如說comes 而不是這樣come eats 而不是這樣eat 那在present singular 三單的格式中 動詞是會加s的 如果前面的名字沒有加s 那我們動詞要加s 如果前面的名字是有加s 動詞就不需要加s 今集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